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读书与您走进伊沙白科鲁克的故事 读本好书 听断故事 大家好 我是李伟 2019年9月29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意勋章的班寿仪式 正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习近平主席亲手为途中这位104岁的银发老奶奶 佩戴了这块中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颁奖词说 他是新中国英语教学的拓荒者 为我国培养了大量外语人才 为中国教育事业和对外友好交流 促进中国与加拿大民间友好 做出了杰出贡献 这位老奶奶到底是谁呢 她叫伊沙白科鲁克 今天我们就一起翻开这本 由天地出版社出版 谭凯创作的《我用一生爱中国》 伊沙白科鲁克的故事 来了解一下这位传奇的女性 1915年12月15日 伊沙白出生在四川成都 她的父亲母亲都是加拿大人 热心于中国的教育事业 父亲在华西协和大学教育学院 任教务长 母亲先后参与创办了地位小学 第一所蒙特梭利幼儿园和忙龙雅学校 父母对于中国教育事业的付出 也影响了伊沙白对中国的感情 她这一生除了回多伦多求学 到英国参加二战 九十多年的时间都扎根在中国 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中国 书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 是伊沙白在人生关键时刻的 几次重大选择 1947年11月 伊沙白和她的丈夫受中国共产党的邀请 以国际观察员的身份来到河北太行山下的十里殿村调研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 伊沙白说 我和科鲁鲁克毫不犹豫地决定回中国 那里是历史正在发生的地方 作为人类学研究者能置身于历史发生的地方 真是幸运 我们来一起看这张照片 照片当中的就是正在禁忌鲁狱解放区考察的伊沙白夫妇 1947年11月底 伊沙白夫妇坐着罗车来到了十里殿 很快他们就被这里崭新的面貌所吸引 他们走村串户和乡亲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伊沙白关注妇女的命运 她把妇女命运翻天覆地的变化写在了笔下 书中这样记述他们的生活 最快乐的时候是傍晚 科鲁克夫妇也跟老乡们一样 端个大堂瓷碗 碗里盛着饭菜 靠着土墙一割酒 就跟邻居们边吃边聊 他们连笔带话 尽量让乡亲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 那粗粒的棒子面粥 在闲聊中不知不觉就吃光了 伊沙白是一个人类学家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开始深入中国农村进行调研 对此他们的儿子科马凯是这样说的 我母亲做社会调查的时候 她就见到了很多人民的机会 她特别想帮她带来变化 但是最根本的变化就是农村的这个社会结构 要是不改变这个社会结构啊 就是土地集中在地主的手里 像这种问题啊 这改良是不行 这部分的人都在门里面 是不改变的 就是它是这个社会 什么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这种事 这些人哪呢 这就是这个社会 和我们现在的一个人 相处来说 我们现在讨论 有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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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讨论 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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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沙白一家已经有六代人和这片土地结缘 我写这本书仿佛是老天注定的 1947年,我是伊沙白的妈妈参与创办的第一位小学的小学生 2011年,我参与了成都市历史建筑保护专家委员会的工作 保护了伊沙白在华西方的老房子 我熟悉伊沙白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我又只需要多伦多寻找伊沙白家族的历史中心 伊沙白用一百年的人生经历全是一句话 我用一生爱中国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